透过了网络异化 很多梦想都可以实现 像是客源比较少的体育用品专卖店 成功打响知名度 但业绩也大大拉高 像我现在身边这个球 这个是现在很红的 那个王建民的签名球 那个时候他还在国家队 还没有上大联盟 所以他现在那个时候 背号是二号 谈到珍场 珍先生整个人眉飞色舞了起来 对棒球的热爱斩了无疑 从我读书 我们就一直在接触这个运动 然后包括我们还没当兵之前去看 我就去订那个日本职棒杂志来看 很憧憬这个运动 那虽然本身我们没有办法去 真正投入这个运动当一个选手 但是我们从周边的产品 去投入这个行业 我觉得也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 等于是我的第二生命 因为热爱棒球 退伍后珍先生选择了运动用品销售业务员的工作 而后干脆自己开启了棒垒球用品专门店 由于起步较晚 珍先生大胆地尝试异化 制作专属网页 贩售商品 一般像我们用所谓棒垒专门店 是属于比较小众的市场 然后针对是某一些运动人口的需求而成立 那我们是希望说透过一化之后 把这个层面拉得更广 让我不是说不只有我们高雄地区的朋友 然后外县市的球友都可以知道这个地方 然后来这边采购更高档更精致的球具 去年七月开始一化 不到半年的时间 一化已经带来了限度效益 加入之后就在业绩方面 当然它有实际的增加 那有一定 就是说它每个月之后它有一定的成长 然后最主要的话 是我从七月份开始加入之后 到现在我的整个柔软人数 已经超过38万 就广告效用 整体来讲整个人气上的提升 无论是球棒球衣手套 曾先生店里头卖的全是知名品牌棒类球的用品 如今知名度大为提升 目名而来的顾客远远不绝 我对王建民这个衣服一直都蛮喜欢的 然后我就来这家店看看 是不是从网路上的消息 是不是跟它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就特别来这边参观一下 结果我发现其实他们的样式 其实都蛮多蛮新的 而且价钱是一般球友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合理价格 一季季快又猛的挥棒 曾先生要藉由一化 让装卖店的经营更为出色 办新闻 延续新超 高中报道